它會出現說要不要登錄 當然如果你不登錄可不可以用? 可以,這邊有個稍後登錄 所以按下它不要登錄 你會發現裡面其實已經有一些相關的遊戲在這邊 當然你可以試玩看看 我是覺得假設你的電腦的等級不要太差的話 理論上應該都跑得動 如果假設,因為這是一個平板的寬度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手機的話 這邊有個齒輪 你可以把這個齒輪修改一下 你會發現齒輪就設定 它預設的話是平板 所以你可以改成手機 那手機當然你可以調一下解析度 看怎麼樣解析度比較高 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的話 用預設就可以了,然後把它保存 其他還有效能這方面 它預設就是模擬成四核 就是最高的,然後可以有4G的記憶體 這等級算是還OK的 然後其他要不要增加它的顯卡 把顯卡能力增強等等 你這邊可以自己設定 然後把它保存 不過我們現在重新啟動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範例其實要求的不高 所以理論上你們直接就是用最基本的應該就可以跑得動了 然後把它改成手機版之後 你會發現它就變垂直了 有沒有,就變這樣的一個手機 那待會只要這邊寫好之後呢 這邊有個打包APK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這邊可以下載這個APK 那所謂的APK 就是一個將來手機的安裝版 它會把這個我現在已經做好的這一個 這個手機APP 就打包成APK的安裝程式 那如果APK安裝完之後 它會提供兩個東西 一個是讓你直接下載 那我們可以把它下載之後呢 丟到夜神模擬器裡面跑 或者是說它會提供一個QR Code 你也可以直接用手機去掃那個QR Code 然後也可以直接把這個程式 直接就裝到你的手機裡面 OK,所以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下載,這個是給夜神模擬器用的 那這邊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那個QR Code 那如果你假設啦 如果你們現在想要試試看那個結果的話 那請你們用那個你們的這個手機 QR Code 掃一下 那你會發現我現在已經掃了 這邊的話呢就會有一個這個安裝的顯示 不過它會出現說呢 這個什麼 檔案可能有害 要不要裝啦 不過應該仍然要下載 也要安裝 因為理論上這個APK是外部的 它不是Google Play商店的 所以它可能會擔心說這個是不是有病毒 不過理論上這個是MIT的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人要下載 然後把它下載之後把它開啟 開啟之後它會出現有什麼不明的 有沒有其實因為它它是禁止的啦 所以怎麼辦你把它設定一下 我讓它可以可以裝 所以有可能 所以我這邊會出現那個允許來自什麼 允許來自這個死來源的應用 所以這邊把它怎麼打開一下 這個可能要打開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安裝了 那我把它裝起來看看 裝完之後的話它會出現什麼 封鎖啦 不過我就點我知道 然後就把它裝起來完成 這樣的話呢 我就已經把它裝在我的手機上 你會發現喔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裝完之後的話 理論上在你的手機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那個 這個這個什麼 Dog 有沒有 可以 除了用手機安裝之外 這邊有一個下載 我們用這個方法也試試看好了 你會發現這邊馬上下載了 下載完之後 它的檔案大小是3.6Mbps 那你點它之後 因為我們有裝夜神模擬器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就丟進去了 非常快 有沒有 下載完之後 點它 直接就打開了 不過這個尺寸有點怪怪的 我們按它看看 看它會不會汪汪叫 有耶 它還是這樣的感覺 你按一下它就叫一直 OK 它不能停下來 因為我沒有做停止功能 它就一直汪汪叫 直到叫到停為止 OK 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怎麼做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裝完的東西啊 就跑到這邊來了 所以還蠻方便的 如果夜神模擬器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樣的太大問題 這邊下載 然後這邊就出現了 你點它 它就直接幫你把它丟到這邊來了 就大概這樣 OK 那手機就是有QR Code 所以其實這個APPInventer還蠻成熟的 基本上沒有遇到太多的問題 也不需要做太多過多的設定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開始寫這個APP了 其實寫大概基本上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的話就是 你們要必須開一個新的專案 所以剛剛按一個新專案 新專案的話 特別注意 如果你們剛剛這個地方 找到我的專案 我的專案 然後你寫一個新的 給它一個名稱 不過特別注意 名稱的話 好像我記得舊的版本以前是不能用中文 不過我再試試看 以前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邊專案的名稱都是英文的 不是因為我特別喜歡取英文 而是因為它不能用中文 但是這個問題我不知道現在 是不是有改變了 我再打一下那個 狗按 好像它馬上變紅字 它不能按確定 為什麼? 因為它說必須以字母開頭 如果我假設給它一個A 也不行 所以特別注意 專案名稱裡面 不允許中文字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所以我就取一個名稱 我叫Dog01 也許就這個 這個我先開一個名稱 叫Dog01 Enter 所以假設 這個是已經做完了 我先用做完的 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到底要增加什麼東西 第一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上傳文件 有沒有 所以你新增完之後 接下來第一個動作 就是先把剛剛的兩個 一個是Dog.jpg 這個圖 把它上傳上去 第二個是Dog.mp3 總共兩個素材 利用上傳文件選取丟進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我希望把這個圖放到按鈕 所以這邊會多一個什麼 本來就有一個Screen Screen就是它的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裡面 我底下必須放兩個元件 一個元件的話是這個Button 有沒有這個按鈕 所以 第二個你們直接把這個按鈕 有沒有 拖拉到這邊來 OK 然後這個就是 名稱把它改一下 大概改幾個地方吧 改 就是 字大小 其實字大小 預設好了 這個不用改 我大概改了 應該是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的 寬度跟預設的話 好像是 我看預設好像是這個 填滿還是怎麼樣 我看 填滿 看它用填滿看看 填滿也可以 它有幾種方式 一個是你可以把比例改成100% 就是填滿 或者直接乾淨用填滿算 填滿好像比較簡單 這兩個都用填滿 再來的話 圖 因為我有上傳兩個 所以它這邊會顯示說 你要哪一個 我就選擇的是Dog.jpg 或者它這邊也蠻貼心的 你也可以再去上傳也OK 把它使到 這樣的話OK了 背景顏色這個不改 因為這個已經把它整個遮住 所以底下的顏色就不需要了 第一個按鈕加到這邊來 第二個的話 就是再加一個發出聲音 這個發出聲音的話 要怎麼加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應該在多媒體裡面 所以這邊應該叫使用者介面 你要讓它可以發出聲音的話 必須找到 這個多媒體裡面的哪一個 這個音效 有沒有 把這個音效 一樣拖拉到這個介面上面 它會出現這個東西 然後我只需要改一個什麼呢 間隔部分的話 我就輸入500 OK 就是它的 它的什麼 它發出聲音的 delay的時間 那這個500的話是 千分之幾秒 所以它在0.5秒之後就開始播放 OK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可以變動了 那來源的話呢 就指向剛剛的那個MP3檔 這樣其實就OK了 那我把那個細節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所以 總共這些概念應該有了之後 我們來直接來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就是 新專案 New一個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 我剛剛已經有一個名稱叫Dog01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一樣的名稱不能出現 所以我叫Dog02好了 按確定 OK 所以這個時候它會開一個Screen1 那第一個步驟就是新一個專案 名稱也許叫Dog01之類的 然後上傳 把那個檔案傳上去 總共有兩個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下載下來放這邊 所以這兩個 那當然它一次只能選一個 所以你先選一個 就MP3上傳了 然後再來就瀏覽 第二個是這個JPG 所以一次好像只能上傳一個 好 所以素材上傳 所以Step2先開新專案 Step2就是把素材上傳 那Step3的話呢 就是增加那個按鈕 你可以拖拉過來 這邊有個按鈕 有沒有 那按鈕的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設定幾個 第一個剛才你先把圖像放進去 圖像就是這個Dog OK 然後填滿的部分高 就用填滿算了 這比較簡單 那寬的話一樣是填滿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 底下讓它發出聲音 所以多媒體 這邊有多媒體 然後加一個這個音效 拖拉到這邊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音效的話 這邊 鍵口好像本來就500 那來源就是這個MP3 好 這樣基本上 我們就完成了第三個動作 就是畫面設計 那第四個動作最重要的 就是寫個程式 程式要怎麼寫 其實這個程式 你說老師要寫個程式會不會很複雜 其實不會啦 最後把這個講完好了 其實很簡單 它有點像一個因果關係 當按鈕按下去的時候發出聲音 所以這個就是程式 所以程式最後我們怎麼寫 我來做一次給你看 你先切到哪邊 本來是畫面編排 切到程式設計 有沒有 程式設計的話 你找到當按鈕 所以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當按鈕被點的時候 所以是這個 當按鈕被點 所以拖拉到這邊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讓它發出聲音 所以就是讓這個音效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音效 讓音效播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叫什麼 音效播放的這個 有沒有 把它拖拉過來 放在哪裡 你會發現它這個蠻妙的 這邊剛好有個缺角 剛好可以放進去 放 那你會發現它有個 卡的聲音 有沒有 有沒有 我覺得它音效做得還蠻好 卡 這樣的話實際上就是當按鈕按下去 就會播放這個音效裡面的聲音了 好 這樣的話 跟各位講 程式就寫完了 這麼簡單 試試看好了 所以最後的話 應該長一樣嘛 OK 你就比對一下 沒有問題之後的話 那我就把它再切回畫面編排 所以這邊可以後面切來切去 再來的話 就可以開始試試看了 所以一樣把模擬器做完 然後打包一下 然後你會打包APK 所以應該是第幾個步驟 新建專案 賄賂存 然後第三 第四 這個第五 把它再下載 然後做剛剛的事情就OK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